接著我們要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係 是叫STOCKS RELATIONS STOCKS RELATIONS就是在探討 有一個入射光到了N1N2的介面的時候 它會發生透射跟反射這兩個現象 那麼我們要探討這些反射系數 還有透射系數應該要滿足的關係 現在我們所定義的反射系數是針對 反射的電磁波或反射光的電廠 跟這個入射光的電廠的比值 我們定義為反射系數 透射系數T是透射過來的透射光 或者射光的電廠除上入射光的電廠 我們分別定義了反射系數跟透射系數 好,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首先定義了這兩個系數之後 我們看下面右邊這個圖 一樣在N1N2這個介面 現在我們假想同樣的情況 利用光的可逆性 我們假想光從這個地方回頭 這個地方反射光也回頭 來到界面這一點相匯 所以就是這個圖 兩個回頭 光的逆行性來到界面這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呢 要再從這個地方再回到EI OK 這兩個光來到這裡之後 EI出去 這是我們如果根據逆行性的話 應該有這樣子一個可能性 所以兩個光入射到這裡 然後變成EI這道光出去 但是我們所熟知的是 兩道光如果來到一個界面的時候 當然一定會有反射跟透射的情況 各自都要發生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我們先來看 比如說我們先看 反射光的逆行性的光 來到這裡 我們說它會有這道光反射 當然它也會有一個透射的光進來 那這個是一個折射線 所以它的角度未必會跟入射角一樣 好 但這個透射線進來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要做一個假設 就是說 從這個地方 如果到這個地方 它應該是一個穿透係數 這個穿透係數 跟前面這邊穿透係數一樣 只不過這邊是從 左上方往右上方 用下方 這邊是從 右上方往左下方透射 所以透射的係數 跟這邊情況是一樣的 應該都是T 所以呢 在這邊 因為它是從 REI 來到這邊 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呢 乘上T以後是 TREI OK 好 另外的話 這道光呢 除了透射出來之後 它也有一個反射光 它的反射光 TEI 來到這邊 反射 在這邊的反射呢 因為是在N2的介面裡面反射 所以我們假設從這裡有一個反射的係數叫R' 這個R' 這個R'未必要跟R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新的R'的反射係數 我們也有一個T' T' 這個透射的係數 我們從這道光呢 從這裡 出去的時候呢 應該是一個透射的 透射的 所以 出去的時候 應該是 TEI 從這裡再透射出去 T' 我們透射的 從N2到N1的透射係數 是T' T' 未必要跟TE一樣 所以 我們應該 會從 這兩個入射光 會產生 新的這兩道 那麼 這個兩道光呢 在這個地方 的結果 應該要跟這個圖一樣 那在這個圖裡面呢 B圖裡面 在這個地方 是沒有任何光線 那就意味著 這兩道光要互相抵消掉 換句話說 R' T 要等於 TR 負的TR 這樣才能夠把它抵消掉 換句話說 就是這個式子 這兩相加等於0 也就是 我們會得到 R等於負的R' 所以我們得到 第一個 這個式子 其次呢 我們 要得到 這兩道光合成之後呢 應該跟這個EI 應該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 R' 加上T' 應該要等於1 就是這個式子 R' 加T' 要等於1 所以我們又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式子喔 所以 E-R' 應該是T' 就是這個式子 這個是 穿透係數 跟反射係數之間 必須要成立的一個很重要的關係式 那下面這個式子呢 是兩個反射係數 必須存在的一個 負號關係 這個負號關係 就意味著 這兩種反射 從N1 到N2的反射係數 跟N2到N1的反射係數 剛好差一個負號 那意味著就是 這兩種反射 有一個Pi Phase Shift 那這個當然我們已經知道 從蘇介指到密介指之間的反射呢 是這個 蘇介指到密介指的反射 是有一個Pi的相位差 對不對 那密介指到蘇介指呢 就沒有這個相位差 所以這兩個反射係數會差一個負號 這是我們前面就討論過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先認清到在N1N2的介面 的反射係數跟透色係數 總共有四個係數 RR' TT' 這四個係數之間 存在著兩個很重要的關係 OK 這個 這兩個關係我們叫做 Stocks Relation